200多名海外中国民主人士在美国时间5月29号下午 齐聚纽约中领馆前隆重举行纪念896423周年 这次活动诉求在于要求北京当局调查六四屠杀事件 追究责任严惩制造屠杀事件的幕后黑手 由中国民主党西藏青年大会 中国自由民主党等团体联合举办896423周年纪念活动 发言人王军说明这次活动诉求不再平反而是严惩凶手 原因就是我们提出目前的中国是没有共产党这个专制政府才有民主中国 在民主中国之下不存在平反的问题而是要严惩凶手 假如我们现在一概的提出尤其共产党的平反六四的话 那么言外之意还有人在任何共产党这个政府是合法的 基于人权立场对于共产党迫害其他民族也要共同谴责 不同于以往的是今年藏族与汉族要联合起来一起反迫害 同时还有国际友人到场支持 一位来美国旅游的大学生表示 很多年轻人已经不知道这一段历史这样的真相应该让更多人知道 中国自由民主党副主席正男认为作为一个中国公民不能把六四的问题留给后人去解决 一个政党只扔了六十多年知道吗 竟敢在这个光天化日下在中国在尤其是在首都天安门前大量的屠杀 手无寸铁的学生 这是一个人类的耻辱也是我们中华民族的耻辱 新唐人记者文赞Steven 纽约采访报道